本港可能出现手中本地感染新型肺炎个案 卫生处说早前在马家列普通病房确诊的75岁男人 病发前7天都在香港 显示社区可能有病征不明显的病人传播病毒 医管局已经扩大监测 所有肺炎入院的病人 无论有没有外游都要接受新型冠状病毒测试 谭曉彤报道 男患者上个月22号开始气速和咳 14日前福奇去过信德和澳门 但发病前一个星期都在香港 大部分时间在青衣长康村的厨所 只是落过街买菜和家人吃团练饭 家人和亲戚都没有去过湖北 如果越来越多好像第十二宗个案 这种个案情形发生 可能就是表示香港本地有一个本地的传播 或者一个广泛的传播 可能社区里面有机会 有一些不明显的病征的病人 可能感染到这个个案 没有病征的可能未必是咳嗽的 乘搭电梯或者用过一些设施 未必说只是戴口罩才有用的 可能就要多些洗手 那卫生署会怎样追踪病员 会不会在青衣那里尝试找出隐形病人呢 比较难就说周街那里找的 因为其实他虽然我们都知道他去过哪个街市或城市 就是大海捞针就比较难的 暂时都是一个个案 所以就真的有一个很大的社区蔓延 或者是传播的机会 我看到现在就不是说真的好大 这个病人早前在马加列普通病房留医的时候 没有透露去过内地 卫生署说老人家可能记不清楚 和他同一个病房的九个病人 已经接受隔离观察 一个医护照顾他之后有咳嗽 快速测试结果呈阴性 医冠局因应事件已扩大监测 所有入院的肺炎病人 有没有外游都要即时做新型冠状病毒测试 呈阴性才会转到普通病房 事与另一宗确诊个案 37岁海通国际员工 卫生署相信他是被来自武汉的父母感染 不属于本地感染个案 网上流传他发病之前搭过Uber 厨方确认他发病前不止一次搭过专车 会继续追踪 有线电视记者谭晓图报道